好,我們現在正式開會 我們繼續開會 我們繼續開會 請醫師人員宣讀報告事項 宣讀本日醫師日程報告事項 邀請外交部部長報告 我國援助有我國家與友邦 口罩等醫療物資之實際做法 與我國如何運用 國際社會對我國防治新冠肺炎這好評 拓展我國外交之作為 並備質詢 以上宣讀 我們介紹在場的委員 羅智政委員 何志偉委員 我們現在介紹到場的官員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部長 領事事務局葉菲比局長 亞東太平洋師葛寶軒師長 亞西及非洲師師長 楊心儀師長 歐洲師江森師長 北美師姚金祥師長 納丁美洲及加勒比海 余大壘師長 國際組織師陳隆錦師長 國際傳播師陳明正師長 秘書處李方城處長 公眾外交協調會 歐江安執行長 研究設計會 古瑞山主任 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 賴民旗執行長 本日會議我們邀請外交部長吳釗燮報告 我國援助 由我國家的友邦口罩等醫療物資之實際的做法 與我國如何運用國際社會對我國防治新患肺炎之好評 拓展我國外交之作為 並被質詢 現在請吳部長上台報告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同仁 各位媒體女士先生 大家早安大家好 非常高興能夠代表外交部在這邊提出報告 以下我就重點 來略做說明 那書面報告就請大家參閱 武漢肺炎擴散全球 各國對抗武漢肺炎疫情必須透過合作 才能夠築起堅實的防疫防線 台灣的防疫受到國際的肯定 我們有意願 有能力 也有責任站在協助各國抗疫的第一線 和各國建立防疫的合作 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 所以在國內的防疫準備充足之後 台灣開始支援國際上需要幫助的國家 展現台灣進行人道救援的誠心和決心 在捐贈口罩進行人道援助的部分 我們捐助第一波1000萬片口罩 第二波700萬片口罩 支援美國、歐洲、日本、友邦 新南向國家和疫情較為嚴重的前線醫療人員 另外我們也捐贈友邦台灣產的熱像體溫顯示儀等醫療設備 展現和友邦並肩防疫的具體行動和決心 各國也都相繼對台灣表示感謝 除此之外 我國也和美國、歐盟、捷克等國建立防疫合作的夥伴關係 和澳洲進行防疫物資的合作 並且和捷克建立多面向的防疫醫療合作架構 此外我國也連接民間機構和NGO等進行合作 例如我國的天主教團體關心義大利的疫情 因此募集防疫物資透過教廷駐台大使館轉交義大利 另外外交部也積極在APEC的各種場合 分享我國防疫的經驗 這幾年來在國際友人的大力協助之下 支持我國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動能 雖然可以看到有所增加 但是在WHO僵硬偏頗的政治考量之下 我國的實際參與仍然處處受限 針對這一次疫情 我國超前部署和因應措施 國際社會都非常的肯定 外交部也會善用國際支持台灣的聲量 和衛福部以及相關的部會合作 爭取以觀察員身份參與今年的世界衛生大會 也就是WHA 接下來跟大家報告一下我國正要 接受媒體的訪問 或者是說接受視訊的會議進行演說 在這裡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國的各層級官員 向海外分享我國的防疫的行為 第一 蔡總統日前接受時代雜誌邀請發表標題 台灣總統 我的國家如何預防COVID-19大爆發的專文 向國際社會分享我國面對新冠肺炎的成功防疫經驗 陳建仁副總統 接受英國每日電訊報 英國廣播公司 就是BBC 以及日本產經新聞專訪 分享台灣自SARS以來的防疫經驗 以及對國際社會抗疫的這個做法 在本週內 陳副總統也將與他的母校 也就是John Sarkins University 進行視訊會議 分享台灣模式的防疫作為 第三 陳其邁副院長 接受美國著名的網路 財經媒體 時音的專訪 分析如何運用電子微粒技術 及時掌握居家檢疫者的動態 避免疫情擴大 第四 唐鳳政委接受荷蘭特洛日報 泰國公共電視台的專訪 暢談台灣的防疫經驗 那接下來在華府有很多的這些 線上的研討會 我們也安排唐鳳政委 來進行演講 第五 陳時中部長 他投書外招家雜誌 指出台灣和世界分掌抗疫經驗 但不能故軍分戰 任何人都不應該被撇下 這邊投書很清楚向世界說明為何台灣應該加入WHO WHO又為何需要台灣 那至於我本人的話 我已經接受了美國的Fox News節目的訪問 加拿大廣播公司的連線 知名廣播節目主持人 Hugh Hewitt的專訪 並且在華府的智庫Hudson Institute 線上研討會發表演說 分享我們台灣的防疫經驗 只要有機會讓我代表台灣來向國際社會發聲 只要我有機會來跟世界各國分享台灣的模式 我都會抓著 這個機會不會放過 那另外 世界各國對台灣的這些讚揚和報導方面 在這邊也簡單跟大家說明一下 第一有關於國際媒體讚揚台灣的這個防疫 截至昨天4月22號為止 國際媒體方面 目前一共有59個國家 刊出1181篇的正面的報導 那如果說扣除我們外管自己的投書 或者是說邀訪的這些報導 那像紐約的華爾街日報 華盛頓郵報 美國之音 英國衛報 英國每日電訊報 英國BBC以及加拿大的環球 郵報等等國際大報 主動刊登的由我專門報導 一共有1091篇 那第二是有關於外交部的這些文宣作為 我們外交部網站 因應武漢肺炎 國際分享專區已經在4月21號前天正式上線 分享台灣模式 民主抗議治理經驗 英文版的頁面 預計下週就會上線 提供英文閱讀群眾的了解 同樣 英文報導314則 另外台灣today電子報 一共有791篇相關的報導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有關於國外的政要或者是民間的意見領袖 稱讚我國防疫的這些部分 第一外交部以影片的方式呈現各國政要名人對我國的肯定及感謝 國際讚揚我國防疫和防疫合作的這些成果 外交部皆透過影像剪輯的方式 積極讓民眾了解 其中以4月10號發布的第一批口罩起運歐洲 歐洲政要感謝台灣 以及15日 我曾經在行政院播放的各國政要及名人肯定台灣的防疫成果 兩部短片最具代表性 第一部影片在本部的臉書發布至今一共有60萬人觀看 以及4萬5千次的網友按讚留言以及分享 並且獲得國內各大電子媒體的多次報導 另外一篇同樣具有代表性的影片 是各國政要及名人肯定我們台灣的防疫成果 則是匯集今年至2月以來 曾公開肯定我國防疫努力的加拿大紐西蘭 以及以色列總理美國國務卿歐美多國政府官員以及國會議員 國際巨星Ricky Marvin 還有Bubber Streisand還有微軟的創辦人 Bill Gates等15位政要或名人 為台灣正向防疫成果留下記錄 那等一下我的口頭報告結束之後會放給大家看 那個時間很短 對於未來的宣傳規劃我們外交部也會緊密規劃拍攝以台灣 模式為主題的防疫影片希望這一次台灣防疫的作為為歷史留下見證 另外外交部也將我國和其他國家的防疫合作捐贈新南向國家 醫護人員口罩等納入今年的新南向國家電視台合作專案拍攝腳本 希望能夠擴大文宣效益 最後我要再次強調 我們外交部會持續和其他的部會密切聯繫合作 在不影響我國防疫準備的狀況之下 謹慎而且妥善規劃對國際社會的人道援助 同時也會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指導之下 持續和各個國家和各個部會共同努力來防疫 謝謝大家 我們就放影片 好我們現在就來放映外交部準備的影片 請字幕 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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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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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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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